ven 只想看她的形態 顏色 有的時候她開始變厚 而且有點粉粉地 我那個 我的大學同學 跟我一個 我奶奶 不是一個 我奶奶跟我大學同學 其中我大學同學是 那個右手的大拇指 然後他越來越厚 然後一開始有點粉粉的 然後仔細看它中間的 整個隆起 然後中間看就是裡面都有 黃黃的灰灰的東西在裡面 那我奶奶呢 更嚴重 我奶奶除了中指之外 她是左手中指跟左手無名指 她原本只有中指才有 她變窄 變厚 然後裡面很灰 然後那個有粉狀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沒多久 連無名指也被傳染 她就這樣搖搖這樣 然後也是粉粉很多這樣 後來去看醫生抹很久的藥 醫師 這到底是什麼狀況 是啊 如果單獨只有一個指頭 是這樣的話 有時候需要擔心到說 是不是因為外力的受傷 造成指甲的一個分離 但是如果是整個指甲的形態 都改變了 改變的話 變成說她指甲變厚了 變脆了 變粉粉的狀況的話 有時候需要擔心到說 有沒有可能是已經有 黴菌的感染 也就是所謂的叫做灰指甲 灰指甲 我們台語叫做臭膏 所以說在這邊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最常看到的這種 指甲上面的一個疾病 也就是叫做假險 也就是叫灰指甲 灰指甲大家都會認為說 是不是就是只是險菌 其實不是 是不是只是單純的皮險菌 其實不單純是皮險菌 也有可能是真菌 或者是黴菌 或是念珠球菌的感染 不過比較常見的 其實還是以這種 所謂的皮險菌來最多 但是有些時候 不是單純只有指甲 剛剛提到的 可以看看一下奶奶旁邊 她的腳底板 是不是也是有這種粉粉的 是這種白白的狀況出現 香港腳 沒有錯 沒有想過 還要看腳底板 沒有錯 而且那個指縫中間 其實也要去看一下 把她的指頭稍微扳開 看看一下 是不是同時間 也有這樣的一個感染 那針對這個假險的這個部分 我都會跟我的病患講說 已經壞掉了 壞掉的指甲已經壞掉了 就壞了 那我們必須要讓後面的好指甲 要是好 長出來慢慢把壞的指甲推掉 了解 對 所以說這個指甲的話 在假險上面 也有分幾種不同的型態 一種是從遠端 從我們指甲的最遠端 往我們的近端慢慢的吃的 另外一個是從近端 慢慢往遠端的感染 另外一個是只有假面上面的 到最後一個型態是 整個指甲都壞掉了 對 那為什麼要分這麼多呢 其實它的菌 它這個黴菌的菌種 其實有一些些微的不同 但還有這個假險 它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容易出現 其實我們大家的身上 其實很多菌 對 你說很多菌嗎 對 大家平常和平相處 但是你的環境給它好一點 譬如說比較在潮濕的環境 你沒有好好的保持乾燥 給它好一點 潮濕 對它來講是豪宅對不對 豪宅豪宅 沒有錯 或者是說本身的免疫力 比較低下的人 舉例說明像一些糖尿病患 等等的 老人家這樣子 他們的保護能力比較差的話 這些譬如說 比較有家族史的一些病患 或者是說有糖尿病患 免疫力低下 或者是說 比較在一些悶熱潮濕的地方 所以這時候就很多人會問到 那家族史是不是說 我的老婆有 我的先生有 或者奶奶有 說會不會有 其實坦白的講 其實要這樣子傳染過去 其實也沒這麼的簡單 剛剛我有提到 其實每個人身上都很多的菌 只是你要環境要給它好 就是說先生有 其實太太就會過來說 我也有一定是先生傳的 其實就是你們腳 整天都黏在一起 要不然其實也沒這麼簡單 我曾經還發生過一個狀況 就是我的當兵的時候 當兵剛進去 所以很操 那個時候我每天穿襪子 但沒有時間洗 我就發現我晚上睡覺前 洗澡的時候把襪子脫下來 放在床頭讓它風乾 隔天早上睡醒 就偷偷繼續穿 不誇張 平時穿兩個禮拜 然後後來我發現有一個 因為我發現腳趾頭縫 就是右腳的 無名指跟小拇指 中間那個縫縫好癢 我把它扒開一看 發現它已經有脫皮 並且它有一個洞很深 然後在放假的時候 趕快去拿藥來抹 後來就好了 我再也不敢把襪子隔夜穿 隔週穿 對啊 你給它住豪宅 豪宅 這算豪宅嗎 又濕 然後又營養 裡面那麼多的細菌 其實這樣很擔心 像你剛剛提到指縫中間的 這種感染的話 很擔心菌一跑進去 就是蜂窩性組織炎 就整個腳的這種感染 又要剁掉 所以很喜歡剁掉 所以說我們要做處理的時候 通常我們在治療指甲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指頭 也要讓它保持乾燥 既然能夠讓這個所謂的 塞一個衛生紙 紗布 把它這樣隔開來 OK OK 好 無疑是從中醫觀點來看的話 灰指甲是怎麼 什麼狀況 你看 現代人會發生的病 古人也會 所以他們有個名字叫做 鵝爪蜂 鵝爪蜂 這個蜂就是會癢 而且它認為這個病因 我們中醫學裡面的理論 認為說它跟你的中氣不足 就是你剛剛說的 自己的免疫功能不太好 然後還有病因裡面 它覺得跟你的濕血有關係 濕 你剛剛襪子穿著 濕濕的濕血 然後又流汗 對不對 它一直讓它浸在這個地方 所以中氣不足 就是外濕 然後我們人體體內也濕 對 所以正氣又不夠 然後又內濕加外濕 剛剛濕還不一定一樣 就是這兩個或者是吃了 你比較重口味的一些辣的 它也會讓你的濕那就化熱 所以這種東西就會變成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鵝爪蜂這樣 鵝爪蜂 剛剛我們今天介紹一下 就是泡腳的 那當然也可以泡手 我覺得我那個臨床 變成是56歲 那時候更年期後面了 那就開始 整個這邊就是 這個是黑的 然後剩下就是黃黑黃黑的 對 那腳伸下來就是有這種 黑黑黃黃的 凹凸不平的 泡了三個月 很有耐心喔 那我們用的就是 很簡單 剛剛提到有一個 貨蝦 還是要給它進來一下 因為它可以去濕化濁 對不對 然後我們今天用的 就是一個擺布 擺布 反正說也可以用來吃的 那今天這個是 它有點小毒 我們用來泡的 所以氣量會稍微大一點 然後還有這個苦生根 聽到這個苦就知道 它非常的苦 苦 所以它苦起來可以造濕 我們剛剛身體有很多的濕 把它往外瘦 所以有時候養得厲害 我們也會用到什麼 這個吃的 但是今天是用的是外用的 那土芙苓 也是可以去濕健脾的 那有些女生 就是分泌物比較多的時候 也會來使用它 然後這個 再來這個黃鉑 黃色的藥材它也可以造濕 所以你會發現 1 2 3 4 貨香 這樣五味藥材 然後把它 我們把它裝成一個紗布袋 那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要它的濃度 所以我們就不是放到 泡澡的那個下去了 我們用大概2000星期的水 把它煮一煮 要煮 煮一煮以後 讓它整個濃度增加以後 然後放涼了 大概就是在 太涼也效果不好對不對 大概在45度到50度左右 然後 借泡一下對不對 我剛剛想說要濃度 那是不是那個 吳醫師我們用個馬克杯 這樣就泡下去 對 要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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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煮喔 不過以後呢 把它過濾以後 那這個就是 我們還可以再煮一次 就是早晚各泡一次 大概10分鐘 15分鐘 早晚都可以泡一下 早晚各泡一次 手跟腳都可以泡喔 OK 要持續每天泡 對 持續每天泡 除非 通常這些 大概都是年紀稍微大一點的 他們都很有耐心的 然後泡起來又跟你講 真的有效果啦什麼的 所以後來這個病人 就是跟我們講說 還有這樣喔 這個聽我記也記多少人 他就這個部分就 聽懂嗎 就是說 雖然是草草 小小的草 但還可以幫助到 我們這個病人的復原 OK 這是中醫的方法 那麼西醫方面喔 是 剛剛那個醫生有提到 我們灰指甲治療方式呢 現在不外乎是這幾種喔 第一個呢 如果說是 我們孩子是可以塗抹 直接在上面用塗抹的藥 剛剛有提到是說 比較擔心到是說 因為吃藥喔 如果說今天沒有錯 到目前為止呢 那些吃的藥 大部分都是由肝臟代謝的 所以我們也很擔心到說 會不會對肝臟造成了一些負擔 那如果說只有一兩根指甲 不是十根都來的話呢 那我們都可以建議用 用塗抹的方式 來試著去做治療 那當然到很嚴重很嚴重的 是不是有到最後需要到外科的手術 把這個指甲要整個拔掉 但是我會希望是說 盡量不要走到拔指甲的地步 當你走到拔指甲的話呢 在長出來的甲母細胞 在那個地方都是傷害的 並不代表長出來的 一定會是好的指甲這樣子 而且這感覺好像滿輕十大酷刑喔 所以在前面就要開始治療了 對 平常就要好好的來做治療 好好的來做預防這樣子 好 那如果你說用X的部分喔 它有一些原則跟步驟 是 這邊也有跟各位大家做分享喔 其實我們在做指甲 做灰指甲的一個治療 如果用塗抹的方式的話呢 第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把指甲磨薄 就是直接在我們的指甲的甲面的上面呢 這邊有一個 示範的小腳鴨 小腳鴨 對 我們要去買個那種 指甲的這種挫刀 要把這個甲面要把它磨薄來 剛剛也提到喔 已經壞掉的指甲 已經壞掉不可能變好 那我們要讓壞掉的指甲 能夠慢慢的往前被推掉 但是如果這指甲這麼的厚 這麼的厚 那後面的好的甲母細胞 可能沒有辦法把它往前推 最不出去的過程中間 就是越疊越厚 越疊越厚 到後來整個指甲 它可能都會變形 第二個 當我們把它磨薄的另外一個好處是 我們磨薄以後 能夠幫助後面的這個藥水的一個吸收 我們把它先搓磨 先搓磨 完畢了以後呢 我們要先拿 謝謝 酒精棉片 要消毒 對 酒精棉片 把妳剛剛消毒的那個粉末的那個部分 要把它先擦乾淨 是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來用這個藥水的一個塗抹 直接塗在上頭 是 那這裡要塗很久嗎 這個基本上呢 現在這些藥水 它們都是非常的進步 它們這個藥水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磨 所以基本上我們塗抹上去後 基本上可以是放大概一個 一個星期的時間 一個星期只要擦一次 OK 要擦指甲油喔 對 沒有錯 就像擦指甲油一樣 旁邊的整個 整個甲面都要 像這個 這個四翼的這個小腳丫 指甲太長了 需要剪一下 所以說 對不對 直接冰 對 這個需要把它整個塗抹 那為什麼它有這個好處說 那謝謝喔 那我們現在那指甲為什麼想說 那我們到底是 是不是應該要每天塗呢 還是要 為什麼可以一個星期 這需要考慮到說 這個指甲的 它本身這個原料 還有它這個成品 是不是能夠在甲上面呢 能夠支撐這麼久 它也要有防水的一個效果 那它本身的藥性 要能夠 也就是要能夠 深入我們的指甲 滲透到我們的甲板 那要塗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可以停了 其實我們看到 剛剛看到我們的 新的指甲長出來 沒有錯 當我們會想要去塗 我們會想要看到 這個要先受到診斷了 看到這個指甲 整個是變形的 剛剛提到 可能變成灰灰的啦 可能變成粉粉的啦 整個 隆起的這種狀態 整個是變形的形態的話 這代表是不好的指甲 那後面好的指甲 我們就是要給指甲 給身體一些武器 來跟這些菌呢 來跟它打仗 對 所以是慢慢的把它推出來 推到整個推出來 那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 其實如果你有認真的 在磨指甲 認真的在塗指甲的話 基本上大概就需要 半年的時間 半年左右 OK 好 最後我們還要來看一下 像學問 它又有什麼樣的好配方呢 另外指甲 我們是不是也需要 像頭髮啦 像臉一樣去保養它嗎 稍後回來